欢迎回来,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咸淡白萝卜紫菜汤,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汤味道鲜美浓郁,每口都是紫菜和咸淡的味道,真的很喜欢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咸淡,紫菜,白萝卜,姜 不用的紫菜是极竹紫菜 白萝卜去皮切片 白萝卜 咸淡淡去除外层的泥,放在纸袋里就不会弄脏,双手也不怕阻塞水槽了 剩余的泥用水冲一冲就可以了 蒸熟咸淡 咸淡蒸熟后,把咸淡黄和咸淡白放在两个碗内,捣碎备用 先把咸淡黄炒至发泡 下白萝卜 倒入一碗开水 把姜片和咸淡白倒入一起煮出味道 咸淡白为这道汤加分,喝的时候可以吃到很不错 下白萝卜 下紫菜 调味料 一茶匙盐 一茶匙鸡粉 一茶匙胡椒粉 煮一茶匙胡椒粉 煮一煮就可以了 汤煮好了 倒入汤碗内 可以开吃了 浓郁奶白色汤底真的很好喝哦 中医认为白萝卜味心,性平,有酱气,化痰,消肌质的作用 咳嗦 用白萝卜熬汤浮用 有止咳化痰作用 咳嗽是由于肺湿先降 肺气上的所致 白萝卜可以将肺气止咳喘 可治疗咳嗽痰多 白萝卜可以治疗饮食机制 食欲不振 那呆,大便密捷 尤其适用于小儿时期咳嗽之症 消化功能不好 素体脾虚者 腹痛者 乳腺小叶增生 脾胃虚寒 以及各类肿瘤患者都不是一吃紫菜 紫菜能够化痰软煎 清热沥水 不慎养心 将血脂 紫菜不但味道鲜美 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内含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 还有矿物质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 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汤食谱 欢迎到我的汤系列 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60个汤食谱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